我爸要說我是中風 算是文科裡面的自由班 然後從那個自由班掉下來 然後就是去那一家補習班 然後我就那個受害者 然後學費超貴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就是想說可以拍一個重考的系列 然後讓我們歡迎顧佳麟 我們充滿有點尷尬的開始 所以我這次有準備了一些問題 然後要來問他 然後他是今年110的重考生 對吧 110的重考生 重考一年的一個他的歷練 歷練什麼啦 歷程 歷練什麼 歷盡桑桑的 所以呢我們就來問他一些關於重考的一些問題 然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第一題呢 就是為什麼會想要重考呢 第一個比較重點就是因為第一年考太爛 所以一定要重考 然後第二個就是 因為我姐是中醫系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能查太多 不然有點太丟臉 所以我爸每次都會 就是有人家來他就說 你姐讀什麼系啊 然後我爸就說 喔中醫系啊 然後呢 我咧 我咧 就比較嘛 對啊 第二題 念重考班 會很浪費時間嗎 然後自己讀會不會比較有效率 那你是靠自己讀還是有去補習班 我是去補習班 因為主要真的是要自己有下定決定要重考 不然你去那邊你還是會想到以前 你那些高中的同學現在大學生活在幹嘛之類的 像我我就覺得我好像真的沒有完全的靜下心來 真的就是只有讀書 我還是會想要知道我朋友他們現在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我 對我來講我一定要把IG跟那些同學軟體刪掉 我才有辦法隔絕外界的世界 你如果是上補習班的話 他們會幫你安排所有的計畫跟作息 就是如果對沒有不會很自律的人來講就是我 就是我 所以我就會比較需要去有重考班那些老師幫我 計畫 監督 三個禮拜就出一次排名 然後你就會稍微警惕你自己 你才不會自己在家裡讀 然後都不知道到底贏了誰 所以就這樣 第三題 中考班的作息 可以說說你就是可能 早上幾點出門啊 或者是晚上幾點回家之類的 正常來講的話 你七點五十前就要到班 到八點半這中間就是找自習 然後你可以解考訓或者是你要選擇讀書 然後那個時間你也可以吃早餐 然後他每堂課是九十分鐘 然後下課二十分鐘 早上有三堂然後下午兩堂課 然後中午十二點他就會 就是吃飯時間嘛 就是像竹林他們 不會讓你真正五十分鐘的吃飯時間 都在外面吃 可是 你吃飯那五十分鐘 他都是會讓你在外面出去走走 或者是你要去吃飯都是可以的 烹熹飯也會給你訂便當 就是看你會不會很懶得出去買飯 然後我們午休 午休有足足的四十分鐘 就是一點睡到一點半 笨蛋十三十分鐘 每個人桌上基本上每天早上都一定要喝咖啡 他自己旁邊就有附設一個 就是像有咖啡機的地方 然後就是你可以坐在裡面休息 然後他就是免費的咖啡給你喝 真的喔 真的他是免費然後還有黑咖啡 他有沒有人戴的牛奶酒 哎呦我就這樣啦 自己戴奶自己知道糖 拜託 那黑咖啡超苦的 他也給你紙杯可以抓 好酷喔 對啊免費 這免費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算 我們五點下課吃晚餐 我覺得這五點有點太早 就是 就是你五點就吃飯 然後你到我們要留到九點四十才放學 然後如果你還要繼續讀的話 你可以留到十點半 可是這個中間你就開始覺得超餓 第四題 會不會後悔讀重考班 後悔 我是有後悔的地方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就是朋友圖 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我好像不應該花那麼多心 心力在別人的身上 在別人身上 應該在自己的身上 對 就是我太容易受別人影響 那如果讓你在重來一次 你還是會讀重考班嗎 我會去重來班 可是我應該就是真的不會 把那麼多心力放在教友 教友師這個朋友中 第五題 從考的這一年裡面臨了什麼 我覺得面臨應該基本上就是在講成績這方面吧 每三個禮拜裡面就會有一次模擬考 然後重點就是模擬考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很難嘛 所以 就是每次考出來成績 當然你有時候可以考很好 有時候會考不好 可是真的就是不要 不要想太多 就是 像我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就是我們模擬考 我都考超爛那種 對吧 對 就是爛到你會覺得完蛋 我決策真的是會 真的 你就出來成績單 就會覺得 欸 我之前在幹嘛 對 可是真的就是不需要太在意 然後尤其是重考班那個排名 就是 基本上 而且有時候 有些人也會 就是不去考試 因為不想要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那種 或者是成績單拿到 然後 看到你的分數之後 你不要去看排名 因為排名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哈哈 所以我要拿到成績單 我就直接對著 就覺得 家人真的還蠻重要 就他們給你的心理壓力會很大 可是 應該說 只要爸媽不要多講什麼 不要被壓迫 對就是 他們只需要 適當的關心 不要講一些 有的沒的 讓你灰心的話 對 這很重要 對啊這很重要 還有很多很好的地方 像是我們都會有輔導老師 然後都是一些醫科班的 或者是 壓醫的 重點是 他們其實真的都很厲害 然後他們 你問他什麼問題他基本上都一定答得出來 所以 我覺得在我在那個 重考班裡面幫我最多 就是那些輔導老師 第六題 再學轉學考 還是重考一年會比較好 像我也有朋友 他現在就是在 轉學考這樣子 那我有問過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 為什麼不要重考 就是 自己在家讀啊 或者是去補習班 而是要就是先來上大學 然後他跟我講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說 可以先來大學體驗一下 就是 大學到底適不適合他 然後或者是說 他或許在這個系 可以找到他喜歡 所以每個人有 每個人的做法啦 對 那如果你還不清楚你自己志向的話 我覺得還是學他一樣 就重考個半年 我有朋友是在學 然後要轉 要考轉學考的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還蠻累 就是比重考還要累 對 就是因為你要兼顧兩邊 真的是你要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才有辦法 真的 就是你那邊的考試成績不能掉 不然你可能沒有辦法轉學 對 然後你在補習班成績也不能太爛 然後 可是如果相對重考班的話 你整天都是看同樣的東西 就是只有一樣東西你要做 對 對 我就覺得這樣子 而且半年其實你聽起來好像很久 可是 你在那邊你每天都過得非常充實 從早到晚 這其實如果真的要講話 其實每間補習班 他們當然都是著重 把資源都分給成績好的人 因為為了他們的那種什麼放單 招生動之類的 可是 我覺得盧林太 就太明顯 80%在那些自優的人身上 然後20%在我們身上 但我覺得我只吸收到5% 所以180只有5%這樣子 真的 真的 好 我們真的是 太可憐了 超可憐 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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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選擇要哪一所重考班 那因為你剛剛有說 你是在 得勝者 那為什麼你 就選擇了得勝者而不去 乳林 我一定要分享 那時候去乳林的 遭遇有多慘 我也可以分享 我也是那個受害者 就是從一班 就是那個 算是文科裡面的自由班 然後從那個自由班掉下來了 然後就是去那一家補習班 學費超貴 真的很貴 我不懂他們那一家為什麼那麼貴 因為他們設備都超爛 對 然後乳林他有個 就是他只針對 就是學科比較好的人 集中管理 然後我們這些就是 沒有那麼好的人 放牛 對 所以你其實花了很多錢 你就是去當金牛補給那些 成績好不用錢 對 這個會不會不能上 然後換你 然後我那時候是在選 乳林跟得勝者兩天在選 然後我先去的是乳林 因為我姐之前也是重考一年 才上中一系的 然後她也是在乳林重考 我姐是在106年 那時候還是75分的時候 她那一年她考73 然後就是她去報的時候就 突然覺得 這為什麼要重考 她那年考超高的 就是她考73 然後結果她去乳林 重考了一年出來 還是73 然後可是她那一年 73幾分的人就變多了 就是她反而這樣的人是退步了 嗯嗯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去乳林的時候 那個老師一直在推卸 的人就說 喔是你姐 她沒有跟著我們那樣子 安排的計劃 30分鐘抱怨中 第八題 如何篩選重考朋友 重考班裡面的人真的是 第九題 第九題 好 關於輔導老師的師資 或者是有額外想要補充的嗎 因為你有講到說 輔導老師這個地方嗎 欸我跟你講他們 他們其實真的都還蠻厲害 然後就是他們其實會想要跟你聊天 一個小時的時薪是五百六百 四百五百六百都有 他們 一個人的輔導時間是二十分鐘 就是你每天都要 早起去搶那個輔導表 就是他會有一張表 然後上面有 今天有什麼老師 就這一整個禮拜有哪些老師 然後呢 他們 帶你你如果知道哪個老師好 你一定要去搶那個人的輔導 基本上 他一天沒有幾個欸 可是當你跟他說了之後 你會 你可能二十分鐘裡面 你如果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你去那邊你就開始跟他聊二十分鐘 所以其實是 放鬆時間 對放鬆時間 他們還可以跟你心靈的輔導 你可以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而且他們有些人 也都是重考班出來 所以他們還蠻懂的 就是蠻了解那邊的作息 或什麼之類的 第十題 重考班 重考班的費用 環境還有吃飯開銷 我那時候我是選德勝的 但是整個很公平的就是 你 就除了一顆班以外 你其他班他都是11萬吧 然後我那時候去如臨 讓你想想知道那個價錢肯定很高 就是比對還要更高 就是十五萬十八萬多的可能 比如重考班費用你說是11萬八嘛 對 那你重考班的環境呢 就是位置有沒有很窄啊 喔位置 位置超大就是 它一個在場一樣的桌子 然後它分兩個人坐 然後你位置就蠻大的 可是在如臨可能就要變三個人坐 超窄的 就是因為這樣超窄的 這樣子 但每個人都這樣子 對就每個人都這樣 然後你抽過去的話你就會等於說 影響到別人的位置 對 然後抽屜又超小 然後你就要 我就看到一大堆人 就要自己帶一個什麼櫃子啊 他們講到好像也蠻想的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我都這樣 跨著走你知道嗎 因為大地板上都是什麼書櫃啊 什麼什麼的 他們真的是的 如臨 好 然後重考班是沒有冰箱的 就是你想要冰東西到晚上吃是沒有的 除非有人住在青年旅社 你可以請他冰 我那時候算一下我整個吃飯的費用 大概半年裡面我花了三萬五 欸這樣剩算還好 你說半年嘛 就是從開始去跟結束 到結束 等於是說 七月二十八到一月二十一號 的學費加上吃飯開就大概就是 十四五萬 十五萬 快十五萬 他有個很好的點是 他禮拜天去他是在你原本的班 那天叫做只有你一個人去 他還是會為你開燈為你開得起 就是整天叫做只有你一個人去 他也會讓你在原本的班 原本的位置 你自己的位置這樣躲起來 對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對 可是如果你在乳林的話 他那時候說如果你嘴巴天去的話 他是另外一個在開一間自己室 自己室 然後讓你在那邊讀書 他不會讓你在原本的班 對 十一題 健康方面有沒有影響到 剩倒數三個月的時候我就開始 我那時候有一天晚上讀一書 在那邊坐著 然後就發現我的臉開始會麻 然後手麻小眼麻 然後我就打仗給我爸說 我就很害怕 我爸說我是中風 然後我也很常會頭痛 就是痛到你沒有辦法讀書 所以我每天 我書包一定要背著止痛藥 就是我大概一個禮拜會痛一次 嗯 就是真的很常頭痛 然後就完全沒有辦法讀書 最高基本上一個禮拜我吃了兩次 已經 止痛藥真的不能那麼長 嗯 反正就那時候 每個人經過我看到我那個藥盒 是滿他們說 我吃的藥比他阿嬤還要多 哈哈哈哈 真的我在床班那陣子 就從十一月最後的倒數三個月 然後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吃藥 就是一直在吃 嗯 然後就是身體真的很差 所以以前沒有那麼的嚴重 但是 沒有以前出來沒有 喔 真的喔 對 所以你是以前就沒有這個病 然後是因為重考然後才有的 對 我是重考然後就突然有一天被檢查出來 然後因為那身子我就覺得超喘 就是光是坐著你心態就是 在一直在飄那種 就是一百五十 然後一百三一百四 那種在飄 然後就覺得很喘 然後我才 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耶 打完了 以上就是有十一題 然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要重考的各位 雖然從一一零等下一節 就要改制了嗎 就要改制了嗎 然後還是希望我們這個重考 Q&A 有幫到大家 YES 好的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IG在這兒 請資訊他小盒子 我已經第三次出寫了 喔對 對啊 對啊 我們的那個頻道創始人也是 迷 也是迷 多多追蹤他的IG 好 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支影片 按讚 再見 掰掰 你可以把聲音都這麼緊張 對 開始了嗎 開始了 我們是五點就放學 然後 不是什麼啦 五點放學是什麼啦 差點